大家好,欢迎观看英特尔IGLX5GTS收发器基础在线培训课程,我是Neil。 英特尔FPGA产品系列组合支持这种包括离散式和基层式FPGA的转换,以实现处理效率、任务作用性和连接性方面的提升。 英特尔FPGA可以在网络处理以及计算和存储加速方面提供各种工作负载。 FPGA是大规模生产的标准集成电路产品,可以在现场进行重新配置,可加速几乎所有的数字算法。 在算法的计算密集型部分,与CPU相比,FPGA能够提供更高的吞吐量,更快的执行速度和更高的能效,而且能够快速适应在算法、数据码型或性能需求上的变化。 英特尔FPGA可以在现场进行重新配置,可加速几乎所有的数字算法。 英特尔FPGA当前有五个系列,分别是MAX、Cyclone、Area、StreetX和最新的IGLEX系列。 它们都具备不断增加的容量、性能和功能级。 在本次培训中,我们将涵盖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GTS施发器架构概速,然后是GTS施发器通道布局规则,最后是GTS施发器架构与之前英特尔FPGA系列的比较。 让我们从GTS施发器架构概速开始吧。 施发器是一种用于各种应用实现高速通信的组合发动器和接收器。 所谓高速,是指根据需求达到每秒数百兆比特,到每秒数百千兆比特的范围。 收发器使这种通信能够根据不同的应用使用各种不同的物理介质。 它可能只需要跨越板级或背板,或者跨越光纤或某些类型的电缆。 因此,它们用于开放系统互联OSI模型的物理层。 该模型用于描述大多数通信、网络和计算系统互联合协议中的功能。 作为物理层的一部分,它们用作数字领域和模拟传输域之间的接口。 根据物理介质和需要支持的高速协议, 您可能会要求收发器具备某些特定功能。 一些特定应用标准产品或ASSP, 由于设计时旨在支持特定的应用或协议, 因此只能实现收发器的某些功能。 由于FPGA的设计具有通用性, 可支持更广泛的协议, 因此其收发器的可配置性要高得多。 收发器由物理层的两个子层组成, 即物理编码子层PCS, 和物理介质附加子层PMA。 发动器路径的作用是将并行数据模式, 转换为可以以高速数据速率传输的串行数据。 发动器还必须将采样时钟迁入到串行数据流中, 这样就可以在接收器中提取时钟, 然后用于对输入数据进行采样。 若要迁入时钟, 发动器需要确保串行数据流中有足够数量的转换, 以便接收器所向环能够检测到相应的时钟速率, 并将其锁定。 发动器还可以重新格式化数据, 以纠正因信号衰减和数据损坏而可能出现的潜在错误。 接收器必须首先从输入数据中提取时钟, 然后它使用该时钟对接收到的数据流进行采样。 接着,它将串行数据转换为并行数据, 并定位与之对其的输入自解边界。 它必须撤销发动器对数据进行的任何转换, 将数据恢复到其原始形式, 以供IPGA逻辑使用, 并检查以确保数据在此过程中没有丢失。 接收器路径要比发动器路径处理更多的工作, 因此它比发动器路径包含更多的模块和更复杂的模块。 发送器和接收器实现了PHY的PMA和PCS层。 PMA的目的是在并行数字域和串行模拟域之间转换数据。 PMA也可以直接连接到物理通信介质, 如板级走线, 或者连接到另一个与实际物理介质, 如光学传感器相连的设备, 从而在电信号与光信号之间进行转换。 PMA功能的视力包括 并行到串行的转换, 以及串行到并行的反向转换。 PCS是物理层的数字部分, 在发送器中, 它的工作是准备并行数据, 然后在物理介质中进行传输, 确保这些数据能够在接收器上进行恢复。 发送器功能的视力包括编码或加扰。 在接收器中, PCS的工作是将发送的数据还原为原始形式。 接收器的任务包括定位输入数据的原始字节或字边界, 以及将数据流解码或解扰回到它的原始形式。 在器材内部与这些层连接的是几个模块中的一个模块, 有时它只是数据生成和捕获逻辑, 由一个处理器或者状态及逻辑提供的收发器进行控制。 对于更复杂的协议实现, 则需要介质访问控制或MAC模块。 MAC负责管理通过PHY进行的传输, 它从上层接收数据或信息, 然后将数据包组装起来交给PCS在链路上进行传输, 它拆装从链路上接收到的所有数据包。 为了确保端点之间的通信正常, 在链路传输过程中产生的任何错误或故障, 都由MAC进行解码并处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 MAC发送或接收的具体数据内容并不重要, 只要链路能继续正常运行即可。 因此MAC以外的层更关注数据的实际去向, 以及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内容。 英特尔IGLX5 IPGA和SUC配备了非归零NRZ收发器, 针对1GBPS到28.1GBPSNRZ的各种应用进行了优化。 英特尔IGLX5 IPGA和SUC中的单片GTS收发器, 可实现边缘或终端IPGA应用的低延迟。 对于长距离背板驱动的应用, 这些器件采用了先进的自适用均衡电路来均衡系统损耗。 英特尔IGLX5 IPGA GTS收发器通道, 包含影响模块。 Dedicated PMA,为物理通道提供主要的接口连接功能。 Hardened PCS,支持64B、66B编码和解码, 数据扰码,模块对齐和齿轮向gearboxing功能。 FEC,用于10和25GBBaseKLCR应用的FairCodeFEC和ReedSolomonFEC, Ethernet Hard IP,多达6个10G、25G、MAC。 一个包含独立失踪域的PMA PCS通道, 构成了每个GTS收发器通道。 通过使用高度可配置的失踪分配网络, 您可以在每个GTS收发器组内配置各种绑定和非绑定数据速率。 GTS收发器以单片的形式集成在内核架构中, 以更低的功耗和更小的外形实现了更高的效率。 GTS收发器有一个NRZ串行接口, 具备一个先进的PMA和多个硬核IP, 能够高效地实现流行和新兴的串行协议。 GTS收发器分为E和D系列, 这里的表格显示了E和D系列收发器之间的主要差异。 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在性能和资源方面。 E系列是基线,其中包含A和B组器件组。 B组是基线,数据传输速率较低,为每秒17.16千兆比特。 A组的最大数据传输速率较高,为每秒28.1千兆比特。 B器件组包含PCIe Express HIP, 对于某些器件它在3.0和4.0中运行, 它的以太网在实际上运行。 向前纠错FEC支持实际数据速率。 与B组相比,A组的PCI Express HIP在4.0中运行, 以太网HIP在25G上运行, 因此FEC也支持25G数据速率。 在D系列中有更多的PMA, 最大数据传输速率为每秒28.1千兆比特, PCIe HIP扩展到4.0x8, 最多可达16个25G MAC。 最后,USB3.1HIP在5G速度上运行。 HIP控制器位于HPS模块中, 但它使用收发器资源来实现5G速度。 收发器组是收发器的主要构建模块, 它由4个PMA和Hard IP, 如FEC,PCS,EtherNite, MAC和PCIe组成。 它还有一个系统PIL和参考时钟网络, 和同时支持系统PIL和PMA。 所有这些资源都包含在一个组的自身组, 参考时钟分布在多个组组。 GTS收发器组的数量因7G密度和封装类型而异。 在接下来的混动片中, 我们将介绍这些组的集合如何构成实际的 英特尔IGLX5器件的布局。 让我们来看看GTS收发器组B32A的布局。 我们从左侧显示的一系列开始, 这是一个5096管角的球形布局。 这里有一个A组, 红色数字表示GTS收发器通道总数, 数字008和013指的是密度类型。 如图所示, 较大的7G密度028有三个组, 右侧一个左侧两个。 更大的7G密度043在右侧有两个组, 在左侧有两个组。 再往上是最大7G密度052和065, 左右两侧各有三个组。 我们是通过移植的方式来对这些组进行调整的。 每条水平线上的组都可以移植, 然后随着密度的增加, 我们在下一条水平线上增加更多的组。 HPS位于左上方向林组。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在以后的通道布局中, HPS决定了USB设计的支持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 在右侧是D系列, 开始于16个GTS收发器通道, 每侧有两个组。 密度最大的每侧有四个组。 HPS位于左上方, 与E系列相同。 本广东篇显示了B23A封装中的GTS收发器组。 B23A封装是8820管脚的Ball Anywhere, 汉球无处不在封装。 如图所示, 在E和D系列中都可以使用此封装。 标有条纹的收发器组是向下绑定的收发器组。 这里的向下绑定指的是没有为通道和参数失踪而绑定的管脚。 因此, 我们在这些特定的主宗会失去收发器通道。 图中之所以仍然显示了向下绑定的收发器组。 是因为在英特尔IGX5旗件中, 对于向下绑定的收发器组, 即使收发器资源不可用, 但仍然有系统PIL。 主宗有一个系统PIL, 可供内核架构使用。 对于该特定封装, GTS收发器通道的最大数量为12。 如图所示, 在D系列中, 漆件右侧最右边的组是向下绑定的。 如图所示, 最后的较小封装是M16AE。 M16AE是一种896管脚的标准球诈阵列排列布局, 即仅适用于一系列7件B组, 提供的最大总通道数为8。 这里显示了GTS收发器组构建模块的减要概况。 PMA基本上来说就是NRZ, 有单独的TX、PIL和CDR, 可用于独立的通道操作。 FEC支持FIRCODE R15G以及RS25G。 PCS不支持8B、10B, 只支持64B、66B数据加扰、 模块对齐和齿文箱。 Ethernet MAC支持具有1588PTP和ANLT的10G 25G。 PCI Express HIP支持3.0、4.0和x4x8配置。 在失踪方面, 我们有参考失踪网络, 支持TX、PIL、CDR、系统、PIL和数据入境的参考失踪。 基本来说, 它可帮助对PMA和硬核IP提供失踪, 从而将数据传递到内核中。 绑定配置也是支持的。 此外, 我们还有专用CDR失踪输出。 如果您需要将从CDR恢复的失踪, 直接布线到一个比特, 那么就可以使用专用CDR失踪输出。 通过阿宝龙存储器映射, AVMM接口, 可以访问配置一位寄存器, CSR, 并对收发器通道进行动态重配置。 白环灯片显示了GTS失踪输出支持的配置概况, 是按照可用于不同配置的资源进行显示的。 由于PMA是失踪器的基础, 因此在所有配置中都将使用PMA。 在PCIe控制器的情况下, 使用PCIe硬核IP和PMA。 在Ethernet控制器的情况下, 您可以选择是否使用FEC。 对于硬化的USB 3.1控制器, 您只能在收发器中使用PMA资源, 而实际的控制器位于HPS中。 同样, 对于PCS、FEC和PMA Direct, 本表中已显示了对应的资源。 接下来, 让我们学习GTS收发器通道布局规则。 这里显示了通道布局规则的概况。 PMA中的通道连接到每个硬核IP, 例如PCIeHIP、PCS、FEC、MAC和USB。 对于MAC和USB, 这取决于特定的PMA是否可以根据这些资源的可用性, 来对这些资源进行访问, 或者直接连接到内核架构。 在接下来的两张缓动片中, 我们将看到通道的实际布局位置。 规则一是关于硬核IP的,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硬核IP有固定的位置, 这里的硬核IP指的是PCIe、 Ethernet和USB。 PCIe有一个专用位置, 支持乘1、乘2、乘4和乘8配置。 包含MAC的Ethernet的每个组有一个或两个专用通道。 一系列器件每组有一个通道, D系列器件每组有两个通道。 USB仅在每个器件的一个通道中可用。 您可以在一个特定位置上实现USB, 前提是这个位置在整个器件中只支持一个通道。 规则二是关于绑定模式的, 当您实现一个绑定的PMA、FEC或PCS Direct时, 它在一个固定位置中。 在这个位置中,您可以根据乘2、乘4、乘6或乘8模式实现绑定。 规则三是关于非绑定模式的。 在非绑定情况下, PMA、FEC和PCS Direct可以位于任何位置。 您应该如何查看这些硬核IP位置呢? 在此图中, PMA资源基本上与其右侧显示的配置相关联。 如图所示,我们将从PCIe硬核IP开始。 在PCIe硬核IP部分,左侧时PMA,在右侧您可以看到受支持的配置。 如图所示,对于乘1、乘2或乘4,你必须在特定位置上实现。 基本上来说,乘1在通道0上,乘2在通道0和通道1上,乘4在同一组上。 您不能跨越,因为除了这里显示的位置外,其他任何位置都是不支持的。 对于浅绿色显示的两个组上的乘2,受支持的具体序列是A和B和C和D。 一系列只有三个组,因此我们只有A和B和C组。 一系列不支持乘8,只有D系列支持乘8。 未被PCIe备选使用的通道都可以选择实现其他配置,只要它们是有效配置即可。 例如,在E系列的Ether9一侧,只有一个Ether9 MAC位于通道3上。 D系列有两个Ether9 MAC,分别位于通道2和通道3上。 USB3.1仅在HPS MAC直接相连的收花器组上可用。 如前所述,HPS MAC位于左上角。 因此,只有与此HPS直接相连的收花器组才支持USB。 如图所示,USB3.1仅在通道1或通道2中可用。 因此,您可以从这两个通道中任选一个连接到HPS中的USB3.1控制器。 在绑定的情况下,只有这些位置才是被支持的位置。 乘2必须是01或23,如浅黄色所示。 乘4必须在同一组内,如乘4所示。 乘6必须开始于较低组中的Channel 2,一直到较高的整个相邻组。 从而支持整个组。乘8必须完全占用两个组。 需要注意的是,FECDirect紧急时用于实现四乘实际FairCode模式的乘4绑定。 让我们了解一下使用场景规则。 主要的使用场景与架构设计有关。 在此,架构设计中,当您在某些模式下配置时,会使用相同的系统PIL。 例如,在FEC情况下,如果在同一刷器组中有多个使用FEC的接口, 那么所有的FEC接口都必须使用相同的系统PIL。 在双单工情况下,您对布局在同一个GTS收尾器通道中的独立的单工TX和单工RX进行实现。 如果您选择了一个系统PIL来对两者提供失踪,那么您必须使用同一个系统PIL来实现。 就绑定而言,当您使用一个系统PIL绑定通道时,它们都必须使用同一个系统PIL。 此外,在这些单工情况下,如果您对TX和RX都使用了FEC,那么您还必须使用同一分段。 只有一个AVMM可以访问通道,如果您有两个不同的单工TX或者单工RX, 那么您必须共享一个接口或者使用一个仲裁逻辑。 如果您需要对TX和RX进行独立访问。 目前,当您需要为这些单工使能不同接口时,您可以在IP中选择仲裁逻辑。 如果您的设计中有GTS收发器,那么您必须为OSC-CLK1管角提供外物失踪。 现在,让我们讨论如何处理未使用的PMA。 英特尔IGLX5起舰支持断电。 我们先从E系列开始。 断电的基本含义是将一个组接地。 如果您再也不需要使用组中的通道,那么整个组就可以接地。 为此,您可以将PMA电源轨即VCC-EHT-GTS和VCC-ERT-GTS接地。 有两种接地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你可以对整个右侧或左侧进行断电。 这包括右侧或左侧上所有的组。 第二种情况,只对支持断电的一个或两个特定组接地。 在本图中,绿色椭圆形用于表示哪些组可以断电。 如图所示,A组或B组可以断电。 从架构上讲,您不能在组之间跳转,您必须从最低的组开始断电。 例如,您不能任意对A组和C组进行断电。 某些器件完全不支持断电。 对D系列的断电支持,与我们在上一张缓动片中所了解的E系列断电支持类似。 您可以对接地断电的一个、两个或四个特定组进行断电。 在较大的密度051和064中,是以两个为一组进行断电的。 如果您不需要某些组,那么您必须同时对A和B组进行断电。 在三个较小的密度010、025和031中,可以一个组一个组地进行断电。 这种断电方式适用于B32A和B23A封装。 如果有当前未使用的PMA,但您计划将来使用,那么您需要将其保留。 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您有整个未使用的组,那么您不能对该组进行断电。 您必须保持PMA电源连接到GTS收发器组。 在第二种情况下,您有未使用的PMA通道。 您当前不需要使用这些PMA通道,但将来需要使用。 并且PMA通道当前不在您的设计中,那么您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器件能够在不需要用户干预的情况下,保留这些PMA通道。 在第三种情况下,如果在您的设计中立化了未使用的PMA通道,并已完全连接。 那么在将来使用时,您需要通过智慧GTS PMA,FEC,DirectPHY,Intel IPGIP的ITX Reset和IRX Reset端口,来保持TX和RX PMA处于复卫状态。 这里的另一个要求是针对那些正在运行的PMA通道。 您必须确保数据码型确实在切换,而不是发送全零或全一。 在断开参考失踪之前,还必须保持TX和RX PMA通道处于复卫状态。 让我们比较一下GTS 18期架构与之前的Intel FGA系列。 与之前的系列相比,最大的差余在于25G RS FEC。 GTS在PCS以及Interlaken PCS中不支持8B、10B,这种功能需要通过软核IP来实现。 GTS最大支持PCI 4.0,每组25G EHIP和USB 3.1。 对PMA硬核IP的应试而言,GTS与之前的系列基本相同。 这里显示了其他一些差异。 GTS收发器的主要特征是,GTS的每个通道中有独立的TX PIL,每个组中有系统PIL,以及来自HBL的参考时中的附加选项。 总而言之,Intel iGlex 5系列通过成本和功耗优化的解决方案,实现了单片集成的GTS收发器。 GTS收发器是基于F-TIL架构构构的,可以对PMA进行灵活的配置,并提供了面向PCIe 4.0和R15G Ethernet的硬核IP,从而简化并加速了高速接口设计的规划和实现。 关于详细信息,您可以参考Intel iGlex 5系列GTS收发器用户指南。 感谢您参加北市盆讯,再见。